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怡君这个主播 这次我们说去玩以美食和艺文为主 要不要再跟大家说一下 尤其是你自己喜欢像陆港小镇日月潭还有美食 好的 如果先讲的话就从日夜潭开始讲 日夜潭哪怕你去过好几次 你跟着我们这一次 你都会觉得你有看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让你好好去欣赏这个日夜潭 你看我们有到九族文化村 到了九族文化村呢 当九族文化村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游乐园 里面还有他的部落格 那我们还有带你坐他的缆车 日夜潭缆车是很出名的 高空的这样子瞭望着整个日夜潭 这是高空的瞭望日夜潭 再来你到了日夜潭呢 我们还让你去游湖看日夜潭 第三种玩法呢就是 林主任刚说了 他是刚盖好的一个全世界最长的单车道 就要着这个湖 所以呢我们会让你在那里 骑单车游戏 没错 那你不要担心说 那我不会骑单车那不是很无聊 绝对不会 你在上面漫步也别有一番风味 不骑单车的话那他们就去吃美食了 对也可以去吃美食 那美食呢你就算没有自己时间 我们在行程上我们包的餐都是美食 而且是很古早味 我们所谓古早味就是说 台湾原来最早的味道保存着的 对所以这次的行程 真的是跟一般的民房的行程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有为你们的18台鉴定过的 这不是跟一般的民房的行程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团 有没有人数的限制 这个团大概有 那当然有 因为航空公司的方式的关系 不可能说每个航空公司都说 那我们去 但是我们都已经把位置都已经定好在那里 等着朋友来报名 但是我们的广告已经上了有一个礼拜了 对 不止吧 更久 所以已经很多人很勇业的打电话来了 好啊 对 那么是3月25号到3月25号 到3月30号 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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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大家去玩 好 那么这是这个到台湾去玩 因为松立的话 其实台湾是你们旅游的一个强项 除了之外呢 实际上 松立假期已经做 已经有大概20年的经验了 那我们一直原来都是做主流的 对 那当然因为这几年 我们代理了那个日夜坛的韩碧楼这个酒店 因为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酒店 所以我们才开始在华人的市场上 推荐给华人 因为如果你是台湾来的 还是你中国对台湾的历史有点了解 你都知道 韩碧楼这个酒店是有历史的 它原来是蒋公的一个行馆 对 我是觉得 所以推给我们自己的华人 华侨 在美国住酒的华侨 一定是他们都知道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酒店 而且是可以说是全日夜坛最棒的一个酒店 太好了 好 3月25号到30号呢 跟松立假期联络呢 去台湾玩 那么在这之后呢 比如说四五六七八夏季的话 那你打算这个有什么好的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去旅游呢 有的 事实上我们这一个主播带旅游台湾 因为我设想出来 因为松立的强项在哪里 是双层游 什么所谓双层游呢 一张机票两个国家 这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呢 在帮你们办的时候 我就去跟航空公司去谈到 你去了台湾 主播带你游台湾以后 你可以免费的延伸到别的国家 你可以选择到香港 越南 而且这个位置你不怕听不到 我们已经瞧好了 因为我们是固定的日期在那边了 所以呢 这香港跟越南呢 是位置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还可以选择澳门跟曼谷 但是澳门跟曼谷呢 就是我们没有把位置定下来 因为我们这次有做四种语言嘛 那我们松立承办了两个语言 一个就是国语的 一个是越南文的 的一个两个语言都是我们松立来承办的理由 所以呢 香港跟那一个越南 我们都有把位置都已经定好 在那边等着客人来报名 是这样子 越南也是很值得去的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这次跟着松立和我们18台的主播带你 由台湾去3月25号到30号玩台湾之后 接下来的行程的话 那大家也可以再跟你们 这个把接下来的 比如说是香港啦 或者是越南 那也跟你们book好 对不对 我们的机票是免费送 打个比方我们的价钱 主播带你游台湾是1899 那这个价钱是全包价 还可以送你一段到香港或是越南 太好了 对 香港还是越南 所以这个是非常超值的东西 好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你有任何问题 要询问这次旅行呢 就打电话给给Jenny 还有你的同事 好 稍待之后呢 欢迎您继续收看 新日落成 新日高规格的旅游享受 心动了吗 快打荧幕上的电话 报名或询问详情吧